看来房市是真的还蛮火热的 不止建商看好这些商贩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数据 这是三月份的买卖移转洞数 六都的合计交易量 来到了22576洞 这可是十年来的新高数字 尤其台北市月增36.8% 年增13% 数字相当傲人 新北市也月增了56.3% 桃园市则是月增了25.7% 而高雄市月增58.2% 这个可是创下七年来的新高数字 而建商们大家依旧快乐的大手笔去列地 今年以来全台排名的十大土地交易案 就有高达九笔都是建商们包办走的 扫地金额最大笔的是李明开发 砸了超过44亿元 收购了台南二空新村的土地 其次是新复发砸了39.7亿 买的是桃园归山的树光建设土地 而至于国泰团也砸钱了 他们砸了超过33亿 标下了新北市的三重土地 看来建商们非常看好这些定段的发展 未来有可能盖商办 有可能要盖大楼 不知道 但问题是 的确看得出来对台湾目前的房市信心 不过现在很多国家也都很喜欢盖摩天大楼 但是你知道吗 台湾最多摩天大楼的地方在哪里呢 并不是在台北市 而是在台中 以美国的定义来看 建筑物要超过120公尺 叫做摩天大楼 观世在台中就拥有53栋 空拍机飞过都会商业区 摩天大楼林立绝美夜色 仿佛置身纽约曼哈顿 但这里其实是台中七奇 台中也有许多特色建筑物 特别是在台中七奇郎代 各式的120米以上造型摩登大楼 密度为全台之冠 盘点台中七奇高楼连聚中庸大厦39层192公尺 目前是台中第一高楼 旁边的丰益市政核心38层169.5公尺 是台中第三高楼 还有国家商贸中心35层165.6公尺 位列第六高 当初就是规划就是用心市政用地 所以这种土地都可以把建壁农均拉到最高这样子 除了重划区寸土寸金 只好不断涨高求取利润摩登大楼外形越高就越吸睛 深受企业喜爱 于是越盖越多 根据维基百科统计 超过120公尺以上的超高楼 台北市有35栋 新北市则有47栋 台中市则有53栋密度 全台居管 堪称高楼霸主 其中又以七奇数量最多 因为土地现在逐渐的变高 那所以很多建商他们就会买建壁容器 比较高的土地来做摩登大楼 虽然高楼密度居管 但台中目前最高楼并未超过200公尺 但台中商营正在新建中的 新总部大楼台中之转 完工后将会成为台中首座高度 到达225公尺的摩天大楼 刷新台中天际线 三天宣传球让 孙女丽台中报道